防晒产品你选对了吗? 市面上防晒剂型种类繁多 有防晒喷雾、防晒凝胶、防晒露、防晒乳及防晒油 到底哪一种比较好呢? 首先要了解防晒的正确使用量 依防晒测试标准来说 每平方公分需要有2mg的量 基本上一张脸的大小 大约要使用5到10块的硬币大小 无论使用哪种剂型都需要有这样的量 才能够达到防晒的目的 再来就是要考虑防晒产品 使用在肤脂的触感舒适度 举例来说如果你是干性肌肤 一年四季使用防晒油可能都是适合的 只要你不会觉得负担 又有涂擦到防晒足够的量就可以了 但是相同的如果是在夏天 或是出了量比较多的油性肌 这时候就建议要挑选清爽好吸收的 防晒凝胶或防晒乳液的质地剂型 贴心提醒 认证聆听你自己肌肤的声音 每次使用约5到10块硬币大小的量 擦起来不会太厚重 你又愿意补擦才是适合你的防晒产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